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4号星期日 拜登撤销了川普禁止中共介入美国电网的行政命令 当然就受到了质疑 因为亨特拜登和中共的这些国有电力公司有各种往来 是周五的时候他撤销了川普的一项行政命令 川普的行政命令是去年2020年的5月1号当时发布的 川普命令将外国公司 当然主要就是与中共有关的实体排除在美国的大功率电力系统之外 咱家暖气好像没关 关了 大家等一下 川普在行政命令的导言当中 他写道 他说外国对手正越来越多的制造和利用美国大功率电力系统的漏洞 该系统提供的电力支持了我们的国防 重要的应急服务 关键基础设施 经济和生活方式 大功率的电力系统是那些试图对美国及其人民实施恶意行为 包括恶意网络活动人的目标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们大量的使用中国的设备人力物力的话 有一天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了问题 中国只要破坏美国的这种大功率的电力系统的话 那么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半瘫痪的状态了 你可能就是说有一半的美国突然就停电了 或者供电不足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问题 对吧 他说 因此对我们国家大功率电力系统的成功攻击 将给我们的经济健康和安全带来重大危险 并将使美国采取行动 保卫自己及盟友的能力下降 川普当时就是说 禁止中共的企业介入美国电网的行政命令的原因 他的行政命令当时禁止他进入 不仅仅这样 他还要求美国能源部要确定违反了规定的 现有的大功率电力系统的设备 并且要制定一个建议 以识别隔离监控或更换这些设备 就是说不但以后不能用了 之前有用的话 要想办法 如果关键部位的话 设备要更换 换成美国公司的设备 现在很多人就质疑 拜登把川普这项行政命令撤销了 撤销了之后 为什么 当然后面就是质疑了 质疑说这样 拜登儿子亨特拜登 此前与中国的华信能源的董事长叶剑明 有多次商业往来 而且当时他与叶剑明达成了几项的共识 第一个就是说叶剑明每一年 给他多少钱的介绍费 他介绍叶剑明认识像拜登的这种 就是说美国的重要的政客 后来一个 他们又开始一起建立公司 建立公司 就是说以亨特拜登 以华信能源公司 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他们一起 就是说每个人 完全的由叶剑明来出资 亨特拜登占有一半的股份 然后帮助这些公司 这些能源公司进入美国的能源项目 这是2017年的时候 亨特拜登和华信能源 他们达成了协议 然后亨特拜登 还有另外一家投资咨询工 他有好多这种投资咨询工 跟特里的儿子一起搞的 投资咨询工司还与中国的广和集团 有数百万美元的这种合作项目 就是说其实也是 就亨特拜登从来都不拿钱 他只出一个名 就我爸爸是拜登 然后你们就得给我钱 然后我光动嘴 光动嘴 我给你们介绍人认识 我带你们 我告诉你们怎么进入 就完了 然后你们就得给我钱 叶简明前前后后 就是说 好像是每一年给他一百万美元 后来一起搞企业 是叶简明拿了一千万 亨特拜登拿五百万 就给了他的五百万美元 广电集团也给了他几百万美元的 这种利益往来 广电集团 这个不是是广和 中国广和集团 是和能的和 广和集团 是中共国有的电力公司 这个公司一直被美国国务院 指责他窃取美国的这些和技术 但是亨特拜登 还是与这种公司在一起 至于中国广和集团 他的背后老板是谁 我觉得美国人可能是真不懂 但是咱们都中国人 咱们都明白 什么中和广和集团 中国什么电信 中国一通 这种企业 背后的老板 都是中国共产党 这些企业 都不能算是国有企业 这些企业是党有企业 这些都是党产 这不是国产 这是党产的 他们都是姓党的 你一定要明白 这些企业都是姓党的 中国这种企业 没一个可以跑了 什么中国什么船务 什么中国中国 这些全都是姓党的 这都是党企 明白吗 那么 这就是亨特拜登 就专门跟中国共产党中 有的这些企业 一起来往 至于叶简明同志 华信能量叶简明同志 叶简明本身 就他妈姓党的 就我们党的人 对不对 这个我想 都能看得明白 没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说实话 川普当初的行政命令 的确确就伤害到了 像什么华信能源 中国广化集团 这种企业的利益 伤害到这种企业的利益 等于实际上 就伤害到了亨特拜登的利益 因为亨特拜登跟这些企业 都是合伙 合资 有协议的 你明白了吧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说这次不是一场选举 是一场政变 就是说 全部都是像什么亨特拜登的儿子 特里的儿子 这些美国大官显贵的儿子 布林肯他们这些咨询公司 还有什么拜登的弟弟詹姆斯 拜登这些人一起合起手来 一定要川普干掉 因为川普不下去的话 他们每一年要损失几百万美元 完完全全伤害了 他们的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 拜登上来之后 迅速就要把川普的这些新生命令 撤销掉 他们就可以继续开他们的咨询公司 继续开始挣钱 当然反正后半部分是一个质疑 但是对吧 谢谢大家